《薩姆爾記上》第十三章 蘇羅登基年四十歲,作以色列王二年的時候 就從以色列中簡選了三千人 二千跟隨蘇羅在密沒的伯特利山 一千跟隨約拿丹在變雅敏的基比亞 其餘的人蘇羅都打發各回國家去了 約拿丹攻擊加巴菲利士人的防疫 菲利士人聽見了,蘇羅就在遍地吹角 二是說,要使希伯來人聽見 以色列眾人聽見蘇羅攻擊菲利士人的防疫 又聽見以色列人為菲利士人所征護 就跟隨蘇羅聚集在吉甲 菲利士人聚集要與以色列人爭戰 有車三萬兩,馬兵六千,步兵像海邊的沙那樣多 就上來在百亞民東邊的密沒安營 以色列百姓見自己危急困逼 就藏在山洞,松林,石月,隱密處和坑中 有些希伯來人過了約旦河,逃到加德和激烈地 蘇羅還事在吉甲,百姓都戰戰兢兢地跟隨他 蘇羅照著薩母爾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 薩母爾還沒有來到吉甲,百姓也離開蘇羅散去了 蘇羅說,把凡祭和平安祭帶到我者女來 蘇羅就獻上凡祭,剛獻完凡祭,薩母爾就到了 蘇羅出去迎接他,要問他好 薩母爾說,你做的是什麼事呢? 蘇羅說,因為我見百姓離開我散去 你也不照鎖定的日期來到 而且菲利士人聚集在密沒 所以我心裡說,恐怕我沒有討告耶和華 菲利士人下刀吉甲攻擊我 我就勉強獻上凡祭 薩母爾對蘇羅說,你做了糊塗事了 沒有遵守耶和華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 若遵守耶和華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皇位 直到永遠,現在你的皇位必不長久 耶和華已經沉著一個合他心意的人 立他作百姓的君 因為你沒有遵守耶和華所吩咐你的 薩母爾就起來從吉甲上到便雅敏的基比亞 蘇羅數點跟隨他的,約有六百人 蘇羅和他兒子約拿丹並跟隨他們的人 都住在便雅敏的加巴 但菲利士人安營在密沒 有略兵從菲利士營中出來,分為三隊 一隊往俄弗拉向蘇亞地去 一隊往伯和倫去 一隊往洗波音谷對面的地景向曠野去 那時以色列傳地沒有一個鐵像 因為菲利士人說,恐怕希伯來人製造刀槍 以色列人要磨曹、泥、虎、鏟 就下到菲利士人那裡去磨 但有錯可以錯鏟、泥、三尺叉 虎子並趕牛追,所以到了爭戰的日子 跟隨蘇羅和約拿丹的人 沒有一個手裡有刀有槍的 唯獨蘇羅和他兒子約拿丹有 菲利士人的一隊防兵到了密沒的喊口